接着是中金公司3908 3908这个升势很漂亮 如果你看看,由这个高位,很明显的高位是23.8 跌到最低的位,应该是17.9号8 这里的0.618就过了,肯定过了 站不站在上面就另计了 不如我和大家计算一下,这个那么重要 就是23.8 我计算机出来 23.8就减17.9号8 17.9号8的0.618倍 加回17.9号8 加回17.9号8 等于 答案是21.577 21.577 现在最新的位是22.2 也比较高 理论上可以挑战这个高位 23.8 昨天最高见了多少 23.7号半 挑战完了 到了 所以引来很大的获利回吐 甚至阴烛收市 跟随大市跌 非常正常的 指标 就是5个指标之中 留意了 虽然现在 在情况下 好像肉眼望买 5个都是利好 但看真一点 RSI 刚刚回去了 五天平均线下 转了理淡 当然它有条件 今天又回去了 %K 还首在%D上 给人SCC 暂时只有4号 小心 SCC今天会转大了 如果时转跌 就变了3号 做好的时候 转跌由大转 就变了 昨天应该转 即现在应该转到中柱 如果再转到淡的SCC 就变成小柱 那就预计它回吐 预计它回吐 那就不要买了 因为这个 23.8号 有很大的阻力 如果跌下来 应该初步看 这个位置 升了上这个高位 曾经升上这个高位 22.8号 回落之后 21.5号 至升上23.7号半 当然 这是21.6号半 特别以即时来说 是一个重要的支持位 大家要守住这里 买家要守住这里 否则 你就要由 10 不是这个 18.2 没错 18.2 升上23.7号半 自己计算 0.382 0.5倍的量度提高目标 0.5倍也足够了 0.6 不需要 特别在这个位置 前面 都有一定的支持的估计 初步估计 除非形势 投资气候转差 20.5 这个股票暂时的短线投机 就不要碰着了 让它下降低一点 才找机会 入市 如果要买的话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立即赞好 订阅 和follow我们etnet 所有的平台 投资路上 etnet和你一起 并肩作战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